在去年有一名工人发现一台ATM 领六千块会变三万 竟然是动起了歹念 揪朋友一起狂领了十四次 领走了三十多万元 而在昨天判决结果出炉 这名男子依照了诈欺罪 据判议七十天 而被揪来一起盗领的友人 则是还起诉处分 昂 赌那天要问账恩 印尼里的提款机突然大凸贼 领钱会吐出两倍 男主角赶快通知好友也来 领好康进行挥霍这笔意外之财 还有提款机城市被入侵 机器完全失控 不断吐出白花花的钞票 让人惊呼连连 没想到现实生活中 也有提款机变印钞机的真实案例 五倍大放送 让人动起贪念临走几十万 去年四月一名陈信男子 在台北市捷运中正纪念堂镇 从ATM批领六千元 发现竟然吐出三万块 还连续成功三次 于是跑去向谢信有人说 有ATM领钱会变五倍 还当场示范 有人一看马上心动 把提款卡拿给陈信男子 前前后后领了十四次 总共领走三十三万 一共多盗领银行 二十六万四千元 保全结算 发现异常报警处理 一查才发现钞票放错钞票箱 才会领一变五 那原因最主要是我们运钞的保全公司 在换钞甲的时候有所输失 那个钞票钱放错钞票甲吗 对对对没错 明知道是机器出问题 但还是动起贪念一领再领 台北地元判决结果出炉 操作机器的陈信男子被判拘役 另一名则是遭到还起诉处分 两名嫌犯除了得负起刑责 还得分齐付款还清 这笔天外妃来的不义之财 接下来何慧荣台北采访报导